我懂未来太多不确定 我只能确定你就是唯一 不怕走散在人海里 因为我真的走心 爱着你 亲爱的我对你是三心爱意 听仔细 绝对不是三心而已 要专心 爱的用心付出真心 好好爱你 我说的 爱就来到全心全意来证明 我对你是一心一意 今天起 我的心跳迈不呼吸 都只为你 我说的 爱就来到全心全意来证明 我对你是一心一意 今天起 我的心跳迈不呼吸 都只为你 天空的眼泪 也不回家 窗外的风 温向我的脸颊 温柔的温柔 方娘 你好吗 飞机划过去的味道 喝酒吃了可能引发胃痛 认准三酒胃态 还有新装上市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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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走得不错啊 我告诉你们啊 都记住这个位置 待会儿呢方方来了 就按这个位置走 你是那个唐平是吧 那辛苦了啊 那个谁 把这个这边 这边调整一下 好 都不让人把台词念完了吗 休息一下吧 等一下女主角来了 你就做她的助理 跟在她身后就好了 我也是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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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要在这里排啊 怎么了 这里挺好的呀 陆明家居卖场 虽然叫陆明 但已经不是姓陆的在管了 你没发现吗 自从陆明换来人管 东西越来越贵 质量越来越差 天天打广告有什么用 没想到你还挺关心 经济新闻的 是不是又发现我新的一面 怎样 给我接个女主戏吧 商业女强人 女霸总 我绝对可以 就算是这股戏 我演女主角 我一定比芳芳演得更好 闭嘴 闭嘴闭嘴闭嘴 辛苦了 辛苦了各位 辛苦了辛苦了 辛苦了辛苦了 一句话说 做交情全座的人喝水 你的钱很好赚吧 反正又不差钱嘛 而且 生活嘛 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啊 开心 那你还出来演戏 回去继续做你的网红啊 那个树已经达到了高峰 我现在需要一个全新的挑战 而且 我这么可爱 不让更多人看到 不是可惜了吗 白鸡那样的你都能带出来 我这样的 还不是分分钟的是吧 东西 不要说话 我知道 你一定是万分的同意答案 我不是饰演小助理吗 小助理对生活环境 不熟悉可不行啊 我先去周围逛一逛 熟悉熟悉角色 拜拜 来 怎么是她 蔡思雨 我好喜欢你 谢谢 谢谢 思雨 这男的跟女主 最后怎么样了 有没有跟男主在一起 那你要看下去哦 好的 我会努力的 谢谢 谢谢 我超级无敌 爆炸喜欢你 也太能夸了 谢谢 不用蒙这脸 没人会认出你来的 某人还号称自己是 经验丰富的情感专家 我的这本小说 即将被改编为影视作品 对 思雨 你怎么这么 不好意思啊 稍等一下 我也是陆明的员工 这里也是我人生经历的一部分 而且啊 我就是要在这里 各一代 你还真是有 太好鼓起了 要不 我现在陪你上去 直接把书丢光发脸上 谢谢 特别喜欢你的书 我问你啊 那个她有没有联系你啊 谢谢 谢谢 那她要联系你吗 没联系 没联系我 谢谢 没联系你 这也差不多 没良心的 没良心的 悠悠 哎呀 悠悠 别说了多少分了 自己玩过的玩具 不要紧着收起来 看到没有 画的什么啊 又跟我玩 看图探你 什么 悠悠 早上想吃什么呀 玩完不过 你画了什么呀 悠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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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躲在这里呢 我看看 我看看 我看妳的 好 宝悠 Is really happy 是什么 我看她 你去好 不客人 快点 我看她 我看她 衹 她还会 咱俩 你又要 我看她 这关键变化也太大了 柳柳 柳柳 回国一路都抱着这个娃娃 多脏啊 别抱了啊 不要 这是我爸爸 我不能不抱 陆芳妮 你千万别怪我 这次不知也 是迫不得已的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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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悠悠 谁把你胆子养得这么大的啊 你这护照都敢偷了 你看你这小短腿你这 你这地板你都踩不着 你还敢过坐长途飞机 是不是妈妈从头到头 没揍过你啊 你都不知道害怕了 小叔叔 你叔叔你这些 妈妈 是你把我带着腰这么大的 你 你说啥 是你把我带着腰这么大的 小小哥 拿我包上来 来 就是你 管着他 小小哥 这麻烦你把那些也扔出来 我来 干嘛 小时候 你告诉我 我是垃圾中捡来的 这是我还配送的 这都是多老店来的借口了 现在我等大了 这个 满足不了我了 请你立刻 把我伯伯的脸 帮给我 小小脸是吧 行啊 那你想要谁的脸 蜘蛛侠还是憋覆侠 明天我又给你换一个 怎么能这么说呢 你说他还给你伤心呢 别被他骗了 这小子比我还精彩 不要呀 明天我们就回去 立刻马上就回去 你再给我在这儿演 你给我憋回去 不许对对 憋回去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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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孩子弄伤心了吧 他伤心 小小哥 我不是伤心 是闹 妈妈 最快又又又哭 又闹又吵了 你听你 这是跟孩子说的话吗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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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悠悠 你在哪 不想看人家夹这儿了啊 来 欢迎回国 待不了几天 不是 悠悠睡了 睡得跟猪头一样 行 她见到你也算安心了 我怕你带着悠悠住酒店不方便 我就给你大概打扫了一下 看出来了 谢谢你 二叔叔 但是我真的待不了几天 到底怎么回事 悠悠怎么突然就回来了 别提了 沈卓 她呀 一心念念想回国发展 跟深港大学弄了一个 外国的展 然后她这不是手断了吗 一个人没法干活 就想骗我回来 那我肯定不愿意回来 结果她就去骗悠悠 跟悠悠说 回国了就能找爸爸了 悠悠一听肯定要回来 结果 我这不就也回来了吗 那所以呢 你怎么打算 留下来 我这肯定要走的 但既然回国了 就把国内的事情办完了再说吧 那要不要告诉林 她 她应该也有权知道吧 我 我 你说你这六年前一走了之 我哥也不告诉我你去哪儿了 我再联系你的时候 就莫名其妙冒出个小外孙 真的 我当时真的 我有点接受不了 更别提 那盯着我看的人了 我 塞蒙 我真的真的是太难了 我每次问你这个你都这么说 第一年 第一年 喂 收到了 正在看 乖乖的啊 妈妈给你赚奶粉钱 那时候我们刚刚离婚 我怎么能打扰她呢 林瑞刚在德国占门脚竿 肯定非常忙 我怎么能让她分心呢 来了来了 再后来 我这副鬼样子跟以前差太多了 我不能去见林瑞 她肯定会嫌弃我 万一再嫌弃悠悠呢 悠悠 吃饭了 来 我做得好好吃啊 好吃吃吃 我们是好吃的啊 林瑞正处在人赠鬼宴的时候 林瑞会怪我没有带好孩子的 我的新事业才刚刚起步 我还要照顾悠悠 我太忙了 我哪有精力去管别人呀 你干吗呢 前几年都混过去了 这个时候告诉她 且不是自寻死路吗 等卢悠长大了 我自然会去告诉她的 那现在呢 你还找什么借口 叔叔啊 你是不知道啊 我是一不怂不不怂 曾经那个弥天小谎 在我自以为时下 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弥天大谎 我怎么跟她说 我怎么开口 我该怎么告诉她呢 而且你有没有想过 万一人家现在生活得挺好 很幸福怎么办 已经把我给忘了 我提个儿子去找她 人家要怎么面对 而且万一她知道了之后 你有没有想过我 我的下场会是什么样 那你说你这事 到底要完多久吧 咱们 是这样的 已经六年了 就不在乎这一时半会儿了 我呢 一定会尽快想到一个解决方案 但是目前呢 首要的任务呢 是我先把我在国内的公事 速决速决了 我一会儿约了一个策展公司 我就跟他们聊一下 但是在我走之前 我还是要告诉你 请你一定 一定一定 不要告诉任何人 不要告诉他 尤其是在我还没有告诉他之前 你一定要替我保密 还有我回国这件事情 你也不要告诉别人 不过 也不会有人知道的 方宁 怎么能 唐 唐叔叔 你这孩子 你回来怎么也不跟叔叔说一声 你知道我多担心吗 前些年 你买了股份一走了之 没过几天 你爸爸也离开陆明了 搞得我这心里难受了好一阵子 我当时还想 你们家的事业没了 搞不好都不想活了 没想到我又见到你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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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Y Y 我 不重要 白女王 这个 是你自主研发的品牌 这个呢 是我在运营 然后其他人做设计 好 好 虽然我没听说过 但是我相信 你一定能成功 其实在国外也算成功了吧 还挺有名的 没事 那个唐叔叔 我这次回来就是处了一些公务 事办完了我就会走 这么快 所以 你就不要告诉唐平了 为什么呀 为什么不告诉平平啊 不告诉我什么呀 平平 那个 那个 这个 那个 陆芳妮 你回来了 喂 陆芳妮她回来了 你在跟谁打电话呢 蔡思雨啊 她能给我介绍角色 这里最漂亮的女人 你 你居然回来了 不想死你了 好久不见呀 平时呢 我是不怎么来这种公共场合的 毕竟引起骚动不太好 某人离开之前 我就想着要帮忙的 现在我更有实力帮了 只不过 不要问我可以怎么报 我怕某人会受不了 某人以前不是爱看 言情小说吗 她以前看的那些都是垃圾 这个行业的顶尖水平 现在就坐在这里 不过某人也不要害怕 就算她没钱了 我们也不会嫌弃她的 对不对啊 蔡老师 当然 就算她现在不是我的老板了 但是大家依然是朋友嘛 唐大明星 对 朋友 对 不嫌弃我 还是朋友 小萍萍 我也不会嫌弃你的 毕竟你那些八卦新闻 只有我弹窗 偶尔弹出来的时候 我才会看见 听说你去拍戏了 晚上我们看了也 演了一个女三号的助理 变回出字幕的时候呢 那歌都放完了 我也没看见你的名字 你要是真的想演戏呢 我虽然人不在国内 但是国内的资源还是有一些 可以帮你介绍几部戏拍一拍 你消什么呀 行业顶尖 什么年代了 还在写这种狗血的桥段 有没有一点潮食 那都喝醉了 那还能发生什么 没有 没有 哎呀 陆总 我错了 我错了 冯妮 你帮帮我啊 帮帮我 陆总 你不会真的看过我的成名作吧 在国外无聊的时候就看看 那你也真的看我的剧了 在国外 没关系 没关系 你平时为了赚钱 会看国际新闻 现在为了我 会刷言情剧 那就说明 我跟你的赚钱事业一样重要了 那你爱你啊 陆总 看到你们俩都过得挺好的 挺好的 是 陆总 嗯 那你呢 你当初为什么一走了之啊 为什么六年都不和我们联系啊 对啊 你不就丢了个公司嘛 谁都会有的嘛 注意躲起来嘛 还躲那么久 嗯 可能孩子都能憋出来了吧 什么 你是什么你 陆总 你当初一声不吭就走了 后来我们才知道你还离婚了 你为什么和林医生离婚啊 难道真的像他说的那样性格不合 我们 肯定是林医生的错 陆芳林这么有心 哎呀 算了不用问了 六年都过去了 林医生都 都 嗯 都 都什么 都说算了 还替那个人干什么呀 哎 林医生他都 怎么了 他都 算了 不说了不说了 闭嘴闭嘴 行了 嗯 你不待会儿吗 我还有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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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下次还见呢 你你先松开 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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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姐姐 下次什么时候能见到呢 没想到今天路方你以为我这么开心 来 拍张照庆祝一下 蔡思雨 给你一次当C位的机会 让我看看 我看看 喂 哥哥 怎么样 打电话来是不是想说 我微笑的样子特别美呀 亲爱的 这个时候谁让你笑的 不是我认识里面还规定我什么时候笑 什么时候哭了吗 我说你不许笑 你就不许笑 不许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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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嘛 莫名其妙 破坏人家好心情 你也没想说我 《谭平自称》《颜值演技圆生童组女主角》 《娶儿代之》《饰演霸道女总裁》 我什么时候说过啊 就算是这部戏 我演女主角 也一定比方芳演得更好 闭嘴 他们的奶茶是喝到脑子里去了吗 黑红 黑红 你倒是让我红一红呀 怎么办呀 我有 反黑小组 反黑组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控评组 话题组待命 控评文档请按照以下内容严格执行来 话题组的舆论引导方向为 小平命喜欢看这种事物 可见它是个表面张牙舞爪 内心中二的傻白甜 傻白甜 两个字都是夸我的 不错 这套屏幕样 你真是我的大英雄 陆小姐 你看 白甜甜的设计作品展 就放在这里怎么样 挺好的 地方足够大 也没有怎么布置 正好方便到时候我再做陈列 那就期待你们的展览 相信学生们哪 一定会大开眼界 还有这位 我们设计系的学生 校方特地派来协助你的 你好 陆小姐好 长相成熟 办事牢靠 陆小姐 那就不打扰您了 有什么事情就和她沟通 好的 嗯 再见 辛苦了 老师慢走 好 太棒了 我今天终于见到活的了 你们工作室真是太神秘了 陆小姐 你是一个人回国的吗 你在国外有没有家 还准备回去吗 有没有考虑留在国内发展 不好意思啊 电话 好好好 喂 宝贝 妈妈呀 现在正在外面谈工作 对对对 妈 事情办完了妈妈就回去啊 好嘞 宝贝 亲一个 妈妈妈 妈 妈 我儿子 我儿子今年五岁 特别黏我 失业家庭都减骨 应该的 应该的 哎呀 现在还是这么开放 虽然你可能看不太出来 但其实呢 养我跟我儿子特别费钱 尤其是我 我现在穿的比较低调 但是呢 我对包还是挺有要求的 你给我的包 大牌 陆小姐 这个很缺钱吗 我刚刚正想问你 要不要去我学长的公司 我 我可以问问她 能把年薪开到多少 公司 我 所以你刚刚是想 挖你 其实是我学长逼我的 你千万不要告诉我老师 不好意思啊 我现在还暂时没有这方面的打算 谢谢你啊 怎么称呼你 小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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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我 我想自己在学校转一转 好 陆小姐 我陪你一下 不用不用 回来有事 我再来麻烦你 好 谢谢小叶 辛苦 辛苦 现在的孩子 一点志向都没有 可能我这会儿 对他们来说太高级了 都怪你今晚了 快点 真的好帅 他真的好帅啊 你才知道吗 你知道吗 他在我心中是多一无二的 没有人跟他比 我知道 你快别说 我们快点 原来志向在这儿 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好 来不及了 林教授 林教授 应该挺帅的吧 在幼癌症导致的死亡中 一线癌的死亡率位居第三 育后最长 一线癌患者 仅仅只有百分之五左右 能够活到五分以上 这个数据 竟无微不足道 要知道 乳腺癌患者 五年存活率高达百分之九十左右 在过去四十年中 肿瘤治疗在各个领域都有 突飞目睛的发展 但是疑腺癌的数据 一直没有很大改变 到目前为止 手术切除 依旧是治疗的唯一组绩 腹腔记忆 以十二指长期手术LPD 这项手术 对于恶性疑腺癌患者的手术 是一项日渐长手术 足以救命的手术 但是也是难度级别 最高的手术 需要医生长期地学习 和经验的学习 和经验的学习 是一项日渐长手术 足以救命的手术 最高的手术 和经验的学习 是一项日渐长手术 但是也是难度级别 这位同学 你有什么问题吗 林教授 我之前查过资料 LPD手术 病人九十天之后的死亡率 高达百分之十 可是普通的开服手术 死亡率才百分之二 这么高的死亡率 我们有必要去发展 这种技术吗 这位同学非常认真 但是如果你查阅资料仔细的话 你就会发现 在过去各个中心 对一千里二十九例LPD手术 术后研究回故中 这项数据 被修改成了百分之五点九三 经过更仔细地研究发现 不同机构 不同医生的死亡率 差异也相当大 也就是说 一个经验丰富的医生 足以保证手术的安全性 林教授 您做过多少台这样的手术啊 八十九例 那您手中的死亡 良力 因为术后病发症 我知道在座的大多数同学 未来都可能成为一名医生 在您的职业生涯过程中 可能会被重复问到同一个问题 患者家属会问的一个问题 那就是 相同病情的另一个病人 为什么能够救我 而我的亲人去救你 如果问到你 如果问到你 你会怎么回答 慢慢地你们就会领悟 医学是有极限的 无论现代医学如何发展 医生都无法改变生老病死 就好像园丁无法改变春夏秋冬 园丁能做的 只是能让这朵花 开放得更加灿烂 更加长久一点 但是花终究会凋零 这是大自然的规律 如果因为一朵花的凋零 就放弃整座花园 那么医学的边界 就会出现在这里 出现在当下 出现在你我们面前 我们只能把这一切 都当作过程 把追求问题答案的过程 当作这个问题的答案 我们不断地去探索 去求问 边界就会一次次地 在我们研究 和求证的过程中 向前推进 那么有极限的事情 也会充满希望 有边界的医学 也会拥有可观的未来 真的好帅啊 你待会上午还有一些 客户之后你进去吧 来 先在这边吧 上午我上次见过他一次 真的好帅 你听天的明明过后的 不知道 没有吧应该 有个什么 我记得以前好像有什么 二指没带啊 真的吗 他前面有是固执的那个 你知道他前面有什么 没事没事 不知道 当时我先看我的 谢谢 下次记着带 好可惜哦 陆小姐 陆小姐 李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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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没事吧 怎么连张照片都不贴啊 这位同学 海报可不能撕 来 这事交给我吧 兄弟 你看咱 你没事吧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 你今天辛苦了 那个 同学 你 你哪个系的 什么哪个系的 行行行行 大方的 第一次相见你 夜晚人过黎明 第二次相见你 控制情绪 是第一次相见你 都已经数不清 我来就行了 你看这儿 也没啥事啊 你没事吧 同学 对不起 你这饭也不能吃了 我 我实在不好意思 你再买一份吧 好 同学 再买杯奶茶 买杯奶茶 再买个蛋糕 买个蛋糕 好 我不是同学啊 我是姐姐 来 一杯热美式 大杯 好的 请稍等 您再选购十元以上的商品 就可以换取一杯 超大杯的咖啡 请问您需要吗 您也可以购买一份 中份的薯条 这样你就可以换取 一杯超大杯的咖啡 当然您也可以 购买一份大份的薯条 因为这样的话 您就可以一下 积满两个张 再积满两个张的话 您就可以下次 再次免费升级 不论咖啡薯条都可以 中份薯条 大份薯条 小姐 您需要吗 怎么这么麻烦 算了 我都不要了 那您的大杯咖啡呢 也不要了 你好 两份大杯热美式 其他的不需要 谢谢 好的 请稍等 中份薯条一百克十一块钱 大份一百一十克十三块钱 这么算下来 中份就是零点一一元每克 大份就是零点一一八一元每克 那肯定是中份划算了 可是买大份却能积分 你别算了 算不清楚了 这时候世界怎么这么麻烦 搞这么多有的没人 优惠干吗呀 你嫌麻烦又非要算 也不知道是说你懒好了 还是说你较真 有新招啊 的确是挡桃花的好办法 你懂什么 这个方法比较高效 给我 何必这么麻烦呢 既然现在我回来了 不如就让我帮你 一步到位 我还以为你回国是来找工作的 不耽误不矛盾啊 再怎么说 咱们俩也是有过五年的 校园情侣经验 是绯闻校园情侣 那我们现在还是 新进的医院同事呢 怎么样 要不要我帮你 好好地抚平一下 前妻带来的悲惨伤痛呢 怎么就那么巧 怎么就那么巧 怎么那么快就遇上 为什么 为什么六年过去了 为什么它还是那么好看 为什么我去 我也还行吧 我今天 我今天还行吧 他到底看见没有 看见了 有什么没看见 不是我 没事 你要是人家怎么办 上来给你打招呼 握手说好久不见吗 你也不想想 你六年前 你一句话都没说就走了 我要是他我就恨死你 我恨死你 我恨死你 我死都不要原来 行吧 既然这样 只能他恨我恨到底 从此一刀两顿 方宁 不可能不可能 林瑞怎么会是这么抓马的人 我们的林瑞 是像天使一样的人 还两套 何一方面 他甚至都会恨死我 孤独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对 没错 就是这样 他要是跟你笑呢 你就跟他笑 他要是无视你 你就也无视他 对 他要是跟你好好说话 你们就一向明恩仇 不就是见面吗 有方宁 别怂啊 别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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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就只是个意外 明天应该就不会再遇到你了 该给你洗个澡了 明天应该就会开始了 明天应该就会脱了 暗黑的电话 明天应该就会发出了 开心 明天应该就会把手机 然后你再试一遇 开心 00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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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我把雙胎刷上 紐紐 把鞋踩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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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教你几次了还是不会借 还要五岁 你会做饭 打扰 一分睡到点备着 去住学大爷 妈妈 你学的这不用那么多了吗 我看你除了一个人睡觉 其他你说的你都不会 我吹牛 你吹牛 你 行了 今天妈妈有工作 一会儿把你送到小外公家 你去外公家一定要乖乖地停滚 知不知道啊 习惯 你 今天不是周末 怎么还要工作 就是要周末才乖工作 谁不知道 那小外公家 上去才结婚一点 会 小外公怎么也是都市的精英呢 听到里面说 七成以上的都市都市的精英 或者你会严育着我 你就应该平时少看点新闻 走吧 走了 走了 谁啊 谁啊 小外公 小外公 我今天要工作 让我到你家里玩 小别是龙味 今天是周末 各作教授 我应该也不会来吧 这样一讲 我就觉得好简单啊 你可以把这个 谢谢老师 运到这里 对 这一步 你 这一步这样 到底还可以这样接啊 好呢 樱花般的香味 到人腿 独自走孤单的键 无所谓 电影里的情节 总有遗憾 却又会受道别 坐在我旁边的 座位又是谁 慢慢以为 Like ooh It's like ooh I'm like ooh 心放飞的感觉 我想就在今 就在今 I'm like ooh I'm like 明的月亮的街 昏里就在今夜 It's like I'm like 情真切不用学 恋爱就在今夜 我一陽暴露 在今天音乐 暴露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